从世界范围来看 海上阅兵作为一种彰显国威军威 增进相互交流的海军传统庆典仪式 很多国家都曾举行过 共和国海军在迎来七十华旦之前 共举行了五次阅舰式 回首这五次大阅舰 可以看出中国海军从小到大 从弱变强的清晰脉络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海上阅舰式 于1957年8月4日举行 当时解放军海军处于初创阶段 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海军 还在不断起扰大陆东南沿海 美国更是派出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 由于海军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军种 国民党海军司令贵永青曾扬言 共产党想要建设海军 无疑是吃人说梦 但这些都没有吓到新中国建设海军的雄心 毛泽东主席视察海军时多次在题词中写道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到1957年时新中国海军先后建成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 青岛基地 李顺基地 和时宇佐海军专业院校与业务机关 拥有1300余搜各式舰艇 其中大都是接收和扶获的国民党舰艇 以美制和日制小型船只为主 360多架飞机以及海防暗炮 高炮 在此背景下 中央军委决定在庆祝 解放军建军30周年之际 于青岛举行首次海上跃舰式 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 在青岛黄海水域检阅海军部队 在检阅中担当主角的是 四艘刚从苏联进口的驱逐舰 分别是安山舰 辅舜舰 长春舰和太原舰 当时这四艘驱逐舰是人民海军 端位最大 战斗力最强的主力舰之 号称人民海军四大金刚 十人海军司令员萧敬光 陪同周恩来进行解阅 2009年萧敬光的女儿回顾了 1957年这次海上跃舰式的情形 他介绍说 那些贴最紧张的就是父亲 因为这是新中国海军第一次公开亮相 海上分裂时开始后 两架水上飞机摇摆着机翼向总理致敬 潜艇编队 列潜艇编队 快速派艇编队 一类快艇编队依次驶获 海军航空兵的尖机机和空炸机编队 越过天空 越见是最后一个环节是跳赞表演 这次越见是标志着中国海军出具规模 短短八年中国海军已建成包括舰艇大队 航空师 海岸炮兵团 防空兵团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 在内的重要兵种成为一支新型海上战斗力量 1995年10月19日 中国海军在黄海某海域进行了一次海上战役演习 随后又举行了一场宏大的海上越舰式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和盛大的海上越舰式 军事专家李杰当时作为海军研究部门的代表 亲历了第二次海上越舰式 李杰对记者回忆称 他当时站在指挥舰的左前后部 能看到舰嬴顶部为干记者的国旗和军旗迎风招展 这次越舰式举行的时间并非舰军节或任何纪念节日 李杰说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国海军很多装备构自国外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们的诸多装备才是自主研制的 基于这一背景 我国举办了这场越舰式 海上分裂至上 核潜艇 常规潜艇 驱逐舰 护卫舰 护卫艇和直升机 水上飞机 侦察机 尖机战斗机 尖机轰炸机组成的舰艇 飞机编队依次通过海上观摩舰主席台接受解阅 李杰说 海面上驶着舰艇 他们的外围 核潜艇 常规动力潜艇也建在水中同步前行 天空中还飞着水上飞机 就从我们面前掠过 那组画面非常美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壮观的场景 目睹了当时海上装备种类最全 数量最多的越舰式 当他看到中华第一舰哈尔兵舰迎风泰浪而来 一名骑雨兵打出祖国万岁的骑雨时 新潮澎湃 与现在越舰式会提前预报不同 当年的越舰式充满神秘感 李杰说 那时候这件事是军事秘密 不能和家人描述 更不能对外提及那些装备 我当时只对家里人讲去青岛出差 2005年8月18日 中国海军举行第三次海上越舰式 当年中俄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后 中俄海军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盛大的海上奔列式 时任总参谋长梁光烈上将 和俄邦总导演斯科伊赏将联合检阅 分裂式上 接受检阅的共有两国舰艇10艘 飞机22架 中方参演的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 扫雷舰 潜艇 和俄方参演的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员率号大型反潜舰 激烈号导弹驱逐舰组成海上舰艇编队 与两国参演的舰载直升机 预警机 轰炸机 尖机机 尖机轰炸机组成的空中飞行梯队一起 依次通过海上观摩舰 接受检阅 客观来说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分裂式的舰艇并不多 规模也不算大 但2005年中俄联合海上分裂式 堪称是中国海军三大舰队现代化的集中展示 其中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式北海舰队的旗舰 参加过1995年月舰式 导弹驱逐舰航舟舰是20世纪90年代末 从俄罗斯引进的四艘现代籍驱逐舰的首舰 导弹驱逐舰广舟舰则则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 052B型驱逐舰首舰 代表着当时中国国产驱逐舰的最高水准 从1995年到2005年只过去十年时间 但中国海军的发展变化甚至超过此前半个世纪 正是在这次演习后 广州舰、武汉舰、兰州舰、海口舰四艘新型国产驱逐舰 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新四大金刚 2009年4月23日 中国海军在成立60周年之际 于青岛举行上大海上阅舰式 这是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展示的国家级海上阅兵 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多国海军检阅活动 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 此次海上阅舰式 中方有25艘舰艇和31架飞机参阅 俄罗斯、美国等14个国家的21艘舰艇也参与阅舰式 参加过此次海上阅舰式的一名中方舰长 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该阅舰式印象最深刻的是 首次有14个国家的海军舰艇参加 这表明中国海军发展得到世界强国海军的尊重 彰显了军事外交的成果 此次越舰式包括分裂式和海上检阅两个阶段 在分裂式中 由潜艇、驱逐舰、护卫舰和导弹快艇 组成的中国海军授越舰艇兵队批波而来 在向首长致敬和为人民服务的习语下 数千名官兵分区列位 授越当天风和日历 风平浪静 事业很好 我在驾驶式指挥时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对面驶过的检阅舰 这名舰长表示 无论是肉眼还是从雷达上看 授越舰艇都形成一条笔直的直线 队形保持得非常好 误差是以你为单位计算的 准时准点地接受检阅 尤其让外界关注的是 此次授越的海军武器装备全部为中国自行制造 标志着中国海军现代化成就出现 052C导弹驱逐舰 054M护卫舰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为中国海军第一代装备 有缘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 052C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蓝舟舰具备区防空能力 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奠定了坚实基础 授越一次 荣耀一声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海上阅兵 中央军委在南海举行的这次海上阅舰式上 有48艘舰艇 76架战机 万余官兵参加授越 这是自2015年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后的首次海上阅兵 也是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舰式 此前四次阅舰式均在黄海海域举行 同时这还是中国史上首次有航母参阅的海上阅舰式 规模最大 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 在此次阅舰式上 一大批新型潜艇 水面舰艇 作战飞机接受检阅 授越舰艇中出现了航母 052D导弹驱逐舰 最新型大型登陆舰 舰载机等新式装备 据介绍这次海上阅舰式属于沙场点兵 是以演习中的作战编组来组成授越队形 不同于国际交流活动中 按照舰种进行编组的模式 授越舰艇按作战编组组成战略打击 水下攻击 沿海作战 航母打击等七个作战群 授越飞机组得舰载直升机 仿前巡逻作战 预警指挥 远海作战等十个空中梯队 展示中国海军基于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已形成 接受采访的军官介绍说 能参加此次检阅的都是中国海军的王牌舰艇 代表了中国海军最强的战斗力 这名军官曾跟随舰艇的航迹走过世界的大洲大洋 参加过多国海军连演活动 在美国珍珠港基地看到成牌的美国航母 宙斯顿舰时 他的心情很复杂 近距离感受到美国海军的强大 不得不佩服 但作为同行又不服气 当我看到越舰式的弘大场面时 感受到中国海军正义天天变强 距离世界一流海军的差距越来越小 提及南海沙场点兵 与2009年那次越舰式相比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 中国海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航母从无到有 当年以52岁行驱逐舰式当家夸旦 现在052地驱逐舰已成为顶两柱 当时054A型护卫舰只有两艘 现在已近30艘 近10年的发展差过前60年发展的总和